太后的脸 欲加苍白的没点血色 颤声说 那亲是老公爷的嫡脉 又是单传 有着世袭网替的一等公爵啊 每长时分 你总夸奖他半差好 这些功劳情分 该念及的还是要念呢 论理儿 这里头没有我说话的地步 你既说给我听 能着心不杀 把职不用最好 那亲是宰相 大清开国 还没有杀过宰相呢 龙科多士谋逆 先帝爷那性子 也只是永远圈尽 这是太祖爷时候 就留下来的规矩 我说这话 是为你后世名声 多斟酌些 还是好的 人头 不是韭菜 割了还能长出来 乾隆太熟悉自己的母亲了 别说那亲 年年勾绝人犯 他都要摘戒进香 再三再四的嘱咐 得饶的可饶的 一定刀下留人 就本心而言 他也不忍杀那亲 然而那亲不杀 不但金川之战 没法再打下去 西江 回部 藏部 都有乱子 士气不扬 文质罢了 武功 从此休提 乾隆 脸色惨足 听着母亲的话 不时点头 虚气说 母子通心 儿子也都想到了这些 也正为儿子 是天子 是皇帝 恕不得那亲 欺君之罪 朕都可以原诱他 六万冤魂 怨气冲天 用什么安慰其攘 那死的人堆山鸡舵 真同母亲说的 割韭菜一样啊 不杀了他 往后将军出兵放马 还会叫侧陵阿拉布坦的兵 一片一片割倒 额娘是大慈悲人 想想那些将士 死在黄泥潭里 那么凄惨 他的罪 可恕不可恕啊 宋太祖赵旷印 立誓不杀大臣 大臣就在下头害百姓 江山弄得七点八道 老佛爷 那是什么名声呢 灭大宋的不是蒙古人 是文田武西的文武百官 蒙古大军将宋代最后一个皇帝 赶到琼崖大海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 还在海堤之间 宰相陆秀夫在船上 还在给他讲中庸 船被围了 把自己妻儿老小的船 先沉了 抱着小皇帝 投海自尽 额娘 你知道指挥这一战的蒙古主将 是谁吗 太后摇了摇头 她的眼中已经蹦出泪花 叫张红范 乾隆想到 宋朝末代皇帝 图穷惨壮 也觉得心中凄黄 耿着嗓子说 他是大宋的一员战将 投了圆 又来打自己的竹子 灭了宋 还磨牙柱字 写了几个字说 张红范 灭宋 于此 后人比搏他 在前头访他笔记 又添了个字 宋 张红范 灭宋 于此 这不是文人刻薄 是笛笛真真的史实 儿子想争一口气 别叫后世 我们大清 也出张红范那样的贼子 他说着 太后已是一边流泪 一边点头 叹道 我都明白了 这真是无奈的事 唉 他做了孽 就由他受吧 乾隆转而抚慰太后 说 老佛爷这样想 是大慈大悲 成全国家 设计 成全三军将士 人民百姓 也成全儿子的一片苦心 就是那亲 就是那亲地下有之 也要感激此恩 那亲无后 他的世袭网替 可以减等席绝 就 就由他的哥哥 侧愿 策愿 席二等宫 您看可成 太后自然一叹 双手合十 闭目难难地说道 阿弥陀佛 我得儿啊 这些事 你自己才夺着办吧 我老了 精神不济 就是精神好 也不是女人过问的事 外头的事 已经和圣祖爷 先帝爷手里 大不相同了 就是老孝庄佛也在世 他也料理不开 不但外头 就是宫里 我也撒的手 只是傅茶室那个身子骨 七灾八病的 叫人悬心呢 紫禁城 还有这边园子 还有热河避暑山庄 这几处禁院 比起圣祖爷时候 大了十倍不止 太监工人 多了三倍不止 外言不入内 内言不外出 工房紧闭 还有太监 带男人扮女装进来 一个不小心 这会乱二字名声 谁当得起 少不得 有时我替皇后 操一点心 乾隆一听 内言外言的话 便知道 指的是赖娘这类事 母亲说的是 儿子也听到些闲话 赖娘 清清白白的一个人 叫一起自 萧小刁钻之徒 形容得不成个人样 这就是外言入内的国 高大雄 其实是个稳当人 那么大岁数了 夜里还提着个灯笼巡视 只是局面大了 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补义那边 没住什么要紧的公平 进高大雄六宫 都太监 补义过来当个副头 帮着料理公物 只怕就好些了 这些事 由儿子和皇后商计一下 大的公物 请示老佛爷 小事 您就别操心了 只管荣养自愈 国家正在熏酌之期 您不要怕使银子 只要您高兴 要什么 儿子也要努力孝敬 准叫老佛爷 乐陶陶 逍遥到一百岁 乾隆口齿伶俐 一番甜言蜜语说的太后 又欢喜起来 他本是个 无可无不可的散漫人 没有多深的心机 刚发作了赖娘 听乾隆进了赖娘为妃 原是有些不快 此刻已丢到爪哇国去了 因说 赖娘可怜见的 在娘家受气十几年 进了宫还饶不过 你比娘心里清爽 既这么着 我看也很好 明叫了她过来 给我磕头 我还有好东西赏她呢 乾隆念头 抖得一闪 动了灵机 乘着太后姓头说道 宫里的事儿 儿子想了两条 还没和皇后商量 一是有些宫女大了 有些事后了多年有头脸的 该纸配的纸配出去 事后主子一场 有个好落脚处 只给那些 有出息能耐的文武官员 他们也得沐浴皇后的慈恩 再是后妃素有定制 不许归宁 我想他们也是儿生母养的 一样的思孝思亲的心 我天天过来给母亲请安 还觉得尽不了孝心万分之一 他们年年月月 闭锁身宫 不得见父兄子侄 虽然富贵 还是少了点天伦之乐 不妨 由老佛爷下义旨 儿子遵命成言 命他们回回娘家 当日去当日归 家人团聚欢喜 不也是件 天人欢喜的仁慈善举吗 太后喜得扶掌而笑 叛息说 好好 难为我的儿想的周全 唉 这事 圣祖爷做过 后来的嫔妃们 没这个福 打我进宫 瞧着这些娘娘 妃嫔们 安抚尊荣 其实心里 都有一份说不清 道不白的苦情 满打满算 大孝庄老佛爷起 活过六十岁的 只有两个 怕不是 也为有这些天话上的伤怀事 你这才叫体天格物 念情揣礼呢 就是皇后 我也可下意志 叫她去复衡府里 盘缓盘缓 天地良心 哪有个女人 不想回娘家的呢 乾隆见母亲高兴 殷就起身笑道 儿子还要过皇后那头看看 听是又犯弹喘了 又说不相干 这些御医们 莫名其妙的 法兰西供来了些西洋参 回头叫他们给老佛爷 取几金来 听说和高丽参 要性不同 先叫太监们试试 何用了母亲再用 皇后不敢轻用这些补药 说着便辞出来 却听太后在殿内诵经 乾隆略一想 便知是为乐亲诵经超度 不由黯然 在檐下丹池边 望着朦胧苍脆的雨色 发了一会儿呆 不言声上了成鱼 皇后在凤华楼北一带 新建的西式宫殿住 除了但宁居向西 约半里 出着一座道宁斋宫 红墙黄瓦飞檐斗拱 都引在烟雨葱龙的 老树竹丛中 盐宫一扎 全部栽的是铁树 碧沉沉黑压压的一大片 虽不及但宁居殿宇宏伟高大 英宫却建在形如龟背式的土岗上 看去十分坚稳沉实 依着乾隆的意思 原想让皇后住访罗刹国的东宫里头 皇后却不慎情愿 东宫虽然凉爽 都是汗白玉气城 他嫌颜色太素洁 宫里太空旷 也看不惯周围宫殿的饰养 道宁斋是个斋宫 雍正报病前 在园中遇见邪碎 和亲王红咒认为 是妖道贾世方冤魂作怪 请江山龙虎山真人 楼师庚入园社坛 做法镇压 就选的这块风水宝地 宫中也就平安了 因此修园子规划时 洪咒特意请旨 在这块龟形土岗上 建道宁宫 而后又改名为斋 皇后素来信佛宁道 因执定主意住在了这里 守宫的小苏拉太监 摇剑成鱼过来 早已飞报了进去 待乾隆下鱼 秦妹妹已是一溜小跑 迎了出来 紧忙着给乾隆披游衣 又取一双乌拉草木履 将乾隆湿透了的陆皮靴 换了清断两里造靴 一边忙活 一边笑说 这游衣是仙罗国贡的 里外都是绿头鸭绒 再大的雨也淋不透呢 别瞧这暑天 碰身这天气啊 衣裳再湿了 哨风吹过来 也是尽骨头凉呢 乾隆微笑着听她叙道 问说 你主子娘娘 这会儿做什么呢 午膳进了多少 主子娘娘今儿个好 午膳进了一瓶碗老米扇 一碟子火腿炖豆腐 一小碟子香菇玉兰片 浸得香 秦妹妹替乾隆结束停荡 走在乾隆侧前 不时将施种的花枝 挑开给乾隆开路 一边说 娘娘今儿兴致也好 那拉主和牛主 都过来给新风的卫主贺喜 恰好副中堂夫人 也进来请安了 都叫雨给隔住了 娘娘留下他们一起尽善 乐呵呵的一大桌子 说笑着尽善 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 听说堂儿也进来了 乾隆争了一下 脚下步子不停 却问道 还是陈氏下厨吗 不是 陈主只陪座说话 娘娘说 郑二质的善对他的脾胃 陈主不要跟郑二下厨 因为万岁爷爱尽他做的善 怕他什么 邯郸学步 变了口味 万岁爷进不香 还说 这善和人一样 讲究个脾胃缘分 乾隆止住了脚步 心想 复查皇后 真是好皇后 他恭俭慈善 性格和平 尽管自己六宫充盈 还不时沾花惹草 皇后对此 一直有晚辞归贱的 却从不妒忌 从来没要过什么专房之宠 大德如此 连这样的细微谢氏 也都替自己如此着想留意 他由不得一阵心里发热 秦妹妹以为自己说错了话 吓得忙住了口 乾隆止一笑 又移步向前 边走边说 回头你传旨给内务府 赏郑二六品顶带 你是跟皇后的人 皇后与朕是敌体 你的品质和补孝补义 要拉平 也是五品顶带 这是太监能得的极品了 好生侍候 朕不定赏你蓝领子花灵呢 说着 见道宁斋宫滴水盐下 几个女人一排六的骑整站着 廖氏纳拉氏 纽护鲁氏 陈氏 赖娘和唐儿 在店口迎自己 殷吩咐道 你去禀皇后 叫她不要出来 外头雨凉风大 扎 秦妹妹万没想到 平白的就得了这么大个彩头 高兴得头胀的老大 就雨地里打了个牵 起身回头就颠 不妨一脚踩在青苔上 滑得一屁股坐在了水里 一个打挺 又跳起来 直驱入殿 一溜腰似的 惹得廊下赢嫁的几个女人 手帕子无嘴 咯咯咯的笑 见乾隆走近了 他们齐扣下头去 应声艳语 参差不齐的说 奴婢们给万岁爷请安 好好 都起来进殿说话 乾隆略意抬手 脱掉墓履 便跨步进殿 皇后已从暖阁里出来 一边向乾隆 蹲伏行礼 又招呼几个女人 别在外殿里规矩了 主子爷罚透了的人 进来陪主子说话 姐妹 今儿听说迎台义正 义得长了 晚间还要去英英那边 陈氏也在这里 叫他给你治膳 就在这边用过膳再去吧 你夜里还要看折子 都叫人送过 那个托尔齐宫里了 那边小伙房家屎 没这里齐全 就不必过去用膳了吧 乾隆去着皇后气色 果然比平日多了点红润 阴笑说 请你来园子 你还怕住不惯 还是这里好些吧 金晨听说你略犯弹喘 瞧气色像是不相干的 他一眼瞥见岸上 摊着一卷子图画 又问 诶 是哪里进来的画 B是好的 谁的手笔 说着 墓是唐儿 唐儿脸一红 芒低下了头 皇后复查室笑说 这不是古画 是公布宋城内务府的 圆明园绘彩画样子 我们闲聊 他们都想开开眼 我就调过来 叫他们看看 乾隆微微点头 见大家都站着 便先坐了抗边椅上 说 皇后喜欢打坐 还坐炕上 你们随意 今天不要拘礼 因又目视唐儿 良久才说 好像有了白头发了 不过 不惜瞧瞧 瞧不出来 尹突然觉得忘情失口 乾隆忙又笑道 啊哈哈 福灵安上回进来 给老佛爷请安 朕也在跟前 老佛爷很爱见他 又是侍卫 问了年纪 已经十八岁了 不是 那拉氏跟前四哥哥 已进了多罗公主 朕看 可以配他为额妇 因这事 得皇上的意志 还没商量 所以还没下旨 你虽不是他的亲额娘 这事 做得主张的 唐儿见乾隆先是忘情 后又用正经的事遮掩 直到乾隆心中 没有忘掉自己 心里一阵温馨暖热 又略带着一点酸楚 下意识地略了一下鬓发 恭恭敬敬地答道 这是太后老佛爷 对犬子的荣宠厚爱 臣妾感恩念情 举家粉身碎骨也是报不了的 岂有不遵一旨的礼 还望主子娘娘垂恩赐婚 说罢 插竹板 想覆察室败了下去 皇后盲笑道 快起来快起来吧 好商量的 这是太后的辞命 我怎么会不允呢 那拉妹妹 你看呢 与你